大家好我是Edith 自從知道拼貼紙膠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變化之後 我就很想拼貼一下月間的版面 如果你都不太懂得畫畫 但家裡有存在不少的紙膠帶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用以下的方法 所需要用到的工具就是不尖黏剪刀 幾支紅色的筆 我首先會預先選好這個月想用的紙膠帶的款式 我都會選一些相同的色系 和比較配合我想要的主題 這個月就是新年和情人節 都是比較以紅色為主調的月份 我就想用花來做主題 首先我會用三角形和長條形拼貼幾棵樹 然後我就會開始用一些菱形去拼貼出一個像灰春的形狀 我會用四款不同的紅色色調的紙膠帶 拼貼了四個菱形之後 我就開始裝飾下面的樹 我會剪些草 然後我就主要會用到這個花形的紙膠帶 一款紙膠帶 通常都會有數個不同的段落在裡面 這次我就會用到這幾種不同的花 去拼貼出這個版面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我就會剪出大大小小的花 然後把它鋪滿了整個頁面 因為通常我寫手像寫字的都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就不會填得很滿 如果你喜歡再豐富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再用不同的紙膠帶去填滿它 又或者再寫上不同的字在上面裝飾一下 貼好花之後 我就會再填一個直條的揮春 這次就真的再次揮春多一點 你也可以在上面寫字的 不過我就選擇不寫了 貼好紙膠帶之後 我就會寫上二月的英文在上面 我這次就會用到這種Brush Pen 寫的秘訣是向下的線條要粗 向上的就是右的 在裝飾月間的時候 通常我都會順便把公眾假期 用紅色的筆去圈低 而情人節那天我都會畫一個心心把它圈低 我看到還有一點空位 我也想再把一些新年的元素加入 我再剪了一點金色的MT 黏在一些位置 豐富這個頁面 最後我就在下面黏上 這條粉紅色金色深深的MT 這個真的超級簡單 而且非常快就完成了 我想是每個人都會做的 希望今次的影片 可以給你一些靈感 去裝飾二月的手掌 不知道你們新年的時候 會做些什麼呢? 每年新年我都覺得很沉悶 如果你跟我一樣的話 我都歡迎你在IG找我聊聊天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新年的時候會做些什麼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Youtube的鐘仔 和Follow我的IG 你就可以即時知道我的最新狀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